韩国第二十届总统选举进入一百天倒计时 目前在李在明 尹熙悦 沈向丁 安哲秀四名候选人中 尚无具备压倒性优势的人选 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候选人李在明 在党内竞选结束后 面临着加强选举对策委员会团队组建的问题 对此 他宣布将对委员会进行全面重组 并强调反省与创新 李在明表示 将打造李在明的民主党 而不是民主党的李在明 将只站在国民的一边 最大在野党 国民力量党候选人尹熙悦 也完成了选举对策委员会的组建 但该党前非常对策委员会委员长金钟人 最终选择不加入 尹熙悦表示 文在寅政权利用政治理念的对立 分裂国民 力权垄断是无法挽救经济的 不过 目前民意尚不明确 KBS最近公布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 对各候选人均不抱有好感的选民比例异常之高 尚未决定投票对象的选民 占比高达23%以上 尤其是20至39岁人群的异象备受关注 李在明 尹熙悦分别深陷大装动项目和教唆检举事件 无法避免司法风险 同时 正义党沈向丁 国民制党安哲秀等 其他在野党候选人的单一化问题等尚未确定 预计也将成为大选的变数之一 3 4 4 5 7